湘婷可不可以幫我們先分享一下 這一次很難得看到妳回來台灣 那這次是跟老公一起回來嗎 還是睽違多久了 這一次我是自己先帶小朋友回來 然後老公是衝突加入 那我基本上是一年都會回來一次 去年有偷偷回來過 那今年呢就是純粹就帶小朋友回來 因為十個月大了也該見見這些親戚們這樣子 那回來台灣有哪些計畫嗎 比如說跟老公女兒一起出去走走啊 運動這類的呢 有 其實我們下禮拜就要走了 然後我大概已經回來差不多五六個禮拜 那一回來呢 因為老公家是運動家族 我公公馬上就帶著我還有他的小孫女 去墾丁跟著他車隊騎車 老公今天也是一早就跟他爸爸 去河濱公園騎車 那這次回來我剛好有機會能夠體驗到 Space Cycle的那個飛輪課程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 這概念非常的有創意 就是結合運動跟音樂 我非常的喜歡 所以就再加上這一次又是我的恩師 姚千還有Matthew他們一起創立的 所以我就特地來站台 那你覺得這個有什麼特點嗎 我覺得它的特點是 因為不是每一個運動都能夠結合音樂 那飛輪呢是一個可以結合音樂的一個活動 那另外呢在Space Cycle 你就是音樂你可以個人化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音樂來做運動 這對像我這樣子喜歡音樂的人 雖然我現在都聽兒歌比較多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覺得像這樣的運動 特別可以運動到那些部位 他們的運動其實可以運動到部位很多 因為有別於以前那些 一般的飛輪就是可能我們就騎車 那這一次呢他們的教練 聽說有很多的舞蹈基礎 所以呢它會帶進一些律動啊 然後包括我們有菊雅玲啊 然後有一個就是現在 歐美非常盛行的一個叫Bar的那個課程 可以訓練你的那個腰腹 能不能來小次特地適合配合這個運動嗎 你說我自己的歌嗎 我這次有選了我要看熱鬧 然後我剛剛我的教練說 你怎麼有選原來的你 我說那你就幫我選嘛 我是媽媽很忙欸 所以在我的歌曲裡面 本來我也很擔心 因為我之前都唱漫歌比較多 不過看來還有蠻不少歌可以搭配這樣 所以選了自己的歌 會不會有重回演藝圈的打算啊 就是對以前那些唱歌的生活啊 有沒有感到覺得很懷念 就是會懷念唱歌的生活 但是我現在每天都有一個小聽眾 而且呢他非常的非常的 就是他非常的Demanding 他一定要我唱歌給他聽 如果他不乖呢就是我只要一唱歌他就乖 所以我現在也必須要不停的擴展我的歌單 你是睡前唱嗎還是一天 喔隨時隨地 就是他如果不乖呢 我只要一唱歌他就他就他就比較安靜下來 所以我現在我覺得算面對的不再是以前這樣子 喔那麼多觀眾啊聽眾 但是有一個小聽眾我覺得也蠻忙的 所以大家蠻好奇的其實你婚後好像就是專心在帶女兒嘛 那跟老公的部分有協助他做事業上的打理嗎 或者是說兩個人在美國有一些哪些未來的打算嗎 嗯是的就是我跟我先生因為我們 我是全職媽媽 那我們是自己帶小孩完全沒有幫手 在這一方面就是我還蠻感謝我老公 他很就是很幫忙我然後也幫忙照顧女兒 那在事業方面因為我在紐約的時候有修讀行銷marketing 那我常常我很喜歡聽老公他在公司裡面發生的事情 所以常常就會跟他討論他的工作計畫 然後還有他的團隊他現在已經是一個部門主管了 那我也曾經有給他 他今年他的公司有一個就像美國電視節目那種 你要在大家面前做簡報介紹你的團隊的一個比賽 那我還特地當老公的幕後軍師 然後讓他在公司裡面贏得比賽 後來他就說他就說好他會好好犒賞我 那這樣應該會流很多汗有準備用防水裝嗎 嗯我的體質好像 那這樣我通常流汗就不會在臉上 對然後所以這是我的好處 然後但我常常流汗就是可能手啊 然後或者是腳那一類的 所以在這方面沒有這個困擾 湘婷我們看你產後保養相當得意 不曉得接下來啊除了一個寶貝女兒之外 跟老公還有沒有第二胎的打算啊 嗯有我們打算今年在看奴隸能不能再懷孕 然後明年再生一個 嗯好